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有罪恶都不会轻易淌脱 声明你那狂风暴雨的淌脱 那回忆呼啸而过 报告 姐 以后这探长的位子 交给了你 就一定要踏踏实实地给我办事 是 阵掌能够信任小的 是小的的荣幸 我一定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好了 好听的就别说了 记住 永远你都记着 谁才是你的主子 既然选择了做狗 就要有一条狗的觉悟 很专门 是 醒了 醒了 是啊 昨天我表现得怎么样啊 昨天 睡着了不记得了 还行吧 那还差不多 等等啊 咖啡马上就好了 宝儿 我呢 已经很久不喝咖啡了 为什么 在我小的时候呢 我妈也爱喝咖啡 就像你这样 看她喝 我也吵着要喝 我妈扭不过我 就在咖啡里啊 放了点儿糖 告诉我 说咖啡是甜的 可后来我妈去世了 我突然才明白 咖啡原来是苦的 所以 之后我就再也不喝咖啡了 对不起啊 关文 我 那 我们今天不喝咖啡了 没事 宝儿 最近 我特别感谢命运 因为你的出现 让我苦涩的生活 多了一点甜 似乎在改变 熟悉又陌生的脸 想起靠近的 是曾经明媚的双眼 多么遥远 多么遥远 你酸酸 无法主宝 无法主宝 在爱我们之间 一惊到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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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惊到中间 一惊到中间 其实我才应该感谢你 我本来以为我父母去世以后 我灰色的生活 不会再有甜蜜时光了 没想到 老天给了我一颗糖 就是你 不愧是我明确保险 在透气身后 黑暗极致的表演 某个瞬间 爱的怀念 虽然勇气了 是心藏在心碑的心眼 也许无法逃离的深渊 黑夜里的一丝光鲜 解决 这次南洋那边也不知怎么 就是不肯放行 不过您放心 这两天我肯定能解决 爸 杜镇长 南洋那批货 海关已经放行了 之前不是听爸说过吗 咱们在南洋的货总被海关扣 刚好家父在南洋那边有些关系 就打了个招呼 帮了个忙 我看呀 这往后少不了要跟南洋那边打交道 我看南洋这条线以后就交给宝儿吧 这事儿我还要再考虑考虑考虑 毕竟林小姐初来乍到 这业务上面啊难免有些生疏 再说了林小姐也不是本地人 哎 此言差矣 自从宝儿接手货用公司之后 经营的远比前通要顺畅的多了 当然 这还得感谢窦镇长 慧眼识珠啊 那感谢爸 感谢窦镇长 我先去了 去吧 哎呀 老邓啊 改天叫上莉莉来家里吃个饭 咱们这些老家伙喝喝茶 逗逗鸟 想想轻浮不好吗 可是 你看看 他活得多么自在啊 来来来来 宝贝 宝贝 宝儿 你不是很喜欢这家西餐厅吗 买下来 送给你 以后呢 你每天就要给我做咖啡喝了 那花满楼呢 花满楼啊 花满楼不要了 以后你喜欢什么我就做什么 好啦 说吧 你到底想说什么 厉害呀 什么都瞒不住你 我呢 是担心你 我爸和窦镇长那些生意不干净 怕你陷入危险 你知道的 走到这一步呢 我没得选 好 既然你执意如此 我陪着你 如果你下一个目标是窦镇长 还有我 好 我答应你 我们一起面对 爹 我就说这林宝儿不简单 没想到啊 现在说这还有什么用 林宝儿的身份 到底查到多少 别着急呀 等着看好戏吧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被欺骗 爱怎么会是谎言 在一瞬间 遇过的画面 闭上眼 清除你之间 为宿命去冒险 在刀剑下 淋漓尽致的表演 某个瞬间 脑海的画面 想用心爱 时间藏在心底的心愿 也许无法逃离的深渊 黑暗里的一丝光线 会睁开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